在叫混蛋就很開心的感覺 也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可能有點M 還想跟誰合作 想跟娜娜大師 我怎麼有超 人氣很高的新生代樂團 今年是以語者這張專輯 入為最佳新人獎的 理想混蛋 歡迎 請幫我們自我介紹一下 好 大家好 我們是 理想混蛋 我是主唱雞丁 我是吉他手劍亭 我是吉他手阿澤 我是鼓手Luke 當下聽到入圍的心情是怎麼樣 第一個反應是超級的驚喜 然後那時候我跟劍亭 就我們正在一個校園的活動 就在休息室裡面尖叫 然後外面工作的人員就跑進來 想說是看到蟑螂還是... 回來那種說 那個群組的聲音怎麼一直 然後才發現 竟然是這樣子入圍了 太感動了 要公布的時候 我還滿緊張的 但是我就是... 就是強迫自己手機更新 所以他就要跑 就是網路就沒有辦法跑 然後打開之後才發現 就是有入圍 可是因為你們的音樂類型 是非常溫暖的 就是很溫馨的感覺 可是你們的團名 理想混蛋 好像有一點反差 曲名的原因是什麼 之前曾經在表演的時候 翻唱過就是 金曲歌後魏如軒的 還是要相信愛情要混蛋 然後發現大家好像 被叫混蛋就很開心的感覺 也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可能有點M 然後後來加上理想 是Look的想法 因為那時候就覺得說 如果要加混蛋在一個團名的話 也太兇了 可能我們會變成一個Metal團 所以我想說加一個比較正向的形容詞 然後覺得理想這個形容詞還不錯 可可我們介紹一下 那首張專輯已經拿來首唱了對不對 宇哲 這是我們的第一張專輯 是入圍今年金曲獎的專輯 第一個是所有詞曲都是我們自己的全創作 然後再來是它是一張募資的專輯 製作專輯的經費都來自於我們的粉絲 然後就是也很開心 就好像跟粉絲一起入圍的這個獎一樣 專輯同名主打歌宇哲呢 聽說這首歌裡面有一個受害者的故事 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有其他先生說法 受害者就是我 對 對 就某一次練團 然後練一練的時候就是 反正我就嫌到 哲成還有雞丁 結果他們同時忘記要來 然後就自己在那邊等 然後等就覺得很難過 然後就 就覺得自己是個笨蛋 他就寫了愚者這首歌 好 那我還是做我自己的事情 就我們還是要往前 其實就是繼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聽說還是有懺悔的故事嘛對不對 第一個當然是覺得很抱歉啦 就是這樣忘記要練團 不是覺得好聽是不是 第一個是覺得好聽 你們是不是很愛吵架 第一個是覺得好聽這樣子 第一個是覺得 既好聽又抱歉 硬要 然後呢就很認真地聽他的想法 然後把他的想法變成這首歌的歌詞 剩下我們就是 大家又一起再讓他更豐富 然後寫出最後的這個樣子 那我知道你們這張專輯裡面 還有一首歌 是《絕地花園》對不對 就好像是找你們的偶像 廖文強合作 其實廖文強這位歌手是我們 四個人都很喜歡的一個歌手 而且我們從高中就 那時候玩吉他社就開始聽他的歌 然後也把他影響我們最多的一首歌 叫做《自卑》 這首歌的歌名放進我們歌詞裡面 所以就邀請他在我們錄專輯的時候 也真的跟我們合唱 然後就放在專輯裡面 但是夢不只圓一個 可以再繼續圓 有沒有還想跟誰合作 想跟娜娜大師 我很有超 好好好 我很開心 其他人就不用訪問你們 就可以上次了 我的話可能是 有阿蘇比吧 一個日本的一個樂團 對 我也是很喜歡他們的編曲啊 那我的話就 為什麼要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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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唱我們的歌 不是因為天氣搶財 然後就覺得如果有機會 可以跟他合作的話 就是會超幸福 因為我很喜歡他 然後第二次 因為我最近很喜歡 就是一個YouTuber 叫做蟻人 就是意志上的那個蟻人 很勵志 對 我覺得他那種正能量 就是跟我們的團體風格也蠻像 然後我也覺得很欣賞他這樣 我知道那個理想混蛋裡面 像那個阿哲 然後還有劍廷 其實都是鑰師 然後其實姬丁也是念醫學院的對不對 對 你們這音樂跟這兩邊 要怎麼樣結合 其實現在就是在醫院工作的 已經在工作的是阿哲 其實在疫情期間 大家就是也真的是蠻辛苦的 雖然會覺得很害怕疫情的 這種狀況 但你還是得挺身第一線去服務這樣 其實最感動的事情是 我覺得民眾都是很有愛心很暖的 真的是感受到台灣人的溫度 他們都會送一些防疫物資來 在上面寫說 謝謝第一線醫護 謝謝你們的付出 我們不能做什麼 但是我們有先填爆你的肚子 然後就會覺得心裡一陣 應該不是他顏值比較高的 因為理想混蛋每次都說 阿哲是顏值擔當 那就謝謝啦 而且你們應該已經在很用心 準備紅毯的造型了吧 有沒有覺得自己會成為紅毯第幾帅呢 第一帅 第二帅 第三帅 大概是第一吧 哇 我在擲心 顏值擔心 嚴格 我這個說的 對啊 理想混蛋 我們看到她已經 越來越往自己的夢想前進了 所以今天真的很謝謝理想混蛋 來到這邊跟我們訪問 オッパ